哈喽大家好,我是个游戏家二次远的底层up主来的 因为我通常晚上都会比较忙,所以更新完一般第二天才看 结果今天早上起来一看,好家伙,多了几百条私信评论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哪种了 所以这会儿你们是不是应该自觉把那三个字打在公屏上呢? 除此之外,我还无意中发现,居然有别的up主也开始用红通通这个称呼了,神奇 上期我吐槽了下我的视频弹幕上 结果你们弹幕是真没少说啊 不过是不是忘记点赞了?你们敢不敢弹幕三连分享做全套啊? 年轻人还是要讲武德的第一 原本第七集的爆点应该有两个 第一是医生的背叛,第二是小孩的身世和关东的目的 但由于我在这期这期这期视频中基本已经说的八九不离十了 对于一直看我解说的小伙伴而言 我觉得你们应该已经有这个心理预设了对吧? 医生虽然不是真正的楚行哥 但是和大神是直接沟通的 小孩的诞生原理不好猜 但关东需要他们的目的那是完全正确 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记得之前还欠你们一个关键词没讲对吗?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选择 一定有人会问 啊,Red OP变了你怎么不讲啊 啊,火箭月球你怎么不讲啊 啊,流氓戏份你怎么不讲啊 那啥?呃,别急别急,会讲的会讲的 我们先来说一下选择这个话题是出自哪里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五集的时候 女主和运输工在日出前有一段对话 大致就是女主问 如果任务成功要赌上性命 但逃走的话就可以保命 那该如何选择 运输工达了等于没达 但我们却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完成任务给放大 其实这里可以算得上是女主高光时刻了 因为他几乎是抛出了一个全剧的核心问题 而这个问题是可以真正对应到每个人身上的 打架王和诗将一战 流氓给了他这个选择 但打架王坚持要干架 所以获得了一个杀千的结局 黑客也是在驱留的问题上做了选择 流氓目前还是可疑度很高 因为从弟子的伤来看 除了眼睛其他地方没怎么受伤 这个伤势治不治死 流氓应该是清楚的 但他却和大部队表述了自己把弟子处理了 其实这个谎言只要弟子登场就会被拆穿 那流氓这里的选择 一是对是否要救弟子 二是对厄狱的 因为如果流氓同样知道处行科已经埋伏 那么厄狱一众在这边灭团 是没有办法验证流氓的谎言的 医生的选择在第七级里已经确认 暂时可以理解为自身利益的选择 黄通通的选择更加明确 那就是为了他的示红天使 不过这也是最有趣的地方 女主被送走了 目测黄通通下棋要疯啊 可能就离杀青不远了 从故事的逻辑来考虑 我一直担心的问题就是 第一医生怎么离队 第二队伍怎么拆散 那目前来说 第七级完美诠释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其实大家大可不会觉得剧情飘了 或者有人觉得剧情崩了 我之所以可以乃中剧情 很大一方面是因为我并不是在瞎猜 而是在根据以往的人物动机剧情细节 来进行一些脑洞推测 而可以被证实 那就说明那些所谓的细节都是有意义的 等同于钓鱼的撒尔和收线 剧情细节可以被收线 最后得出了和我预测相同的结果 那不是正说明 小高对节奏和剧情还在掌控之中吗 如果说给出了细节诱饵 最后收线收不回来 那才是大家需要担心的时候 就目前发展来看 我觉得是好的 不能再好了 那么回过来说选择 最后这个问题 反而是落回了最初对话的两个人身上 反倒是这两个人 目前并没有什么直接线索 来证实两人的选择 由此我们就可以来推剧情了 首先说一下女主 火箭是不是真的飞到月球 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毕竟想去月球的都是神 想想安妮鲁 想想石神天空 不过话说回来 我原本认为无人机的作用是两 一是投影一下黑客的惨状 二是给大家解项圈 鉴于目前项圈已经解开 女主又上了火箭 那么无人机很可能有了新的作用 那就是火箭的控制台 这个可以听听听看 最重点的地方是什么 那就是女主被拆散了 也就是此刻只有女主和妹妹两人 那么就是轮到女主做选择的时候 那么她到底该选择个什么东西呢 那就是女主的动机 因为女主全程一般人认设 所以动机论在她身上是不管用的 不过从她以陷线的身手来看 丢球 救猫 躲到几乎全是条件反射的技能 那么一次是运气 两次是凑巧 三次就该实锤了 由于女主全程护着俩小孩 那么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第一 她是想知道俩小孩的秘密 但不需要他们存活 那火箭内女主就要黑化了 因为她已经从小男孩那边知道了方法 第二是她需要俩小孩活着 那么目的就不明确了 但下一步的行动无疑是继续装好人 然后带着妹妹去救哥哥 第三是她要知道的是幕后的事 也就是无论是博士还是校长 哦对了 这里说一下 我不觉得博士就是黑猫 只是黑猫是博士的一个替身而已 那么女主黑化就要稍微再晚一点 应该还要让妹妹带她找到关键线索才行 总体来说 我比较期待的是第一种 因为还差一级就可以看到反转 那是相当刺激的 不过我感觉第三种的可能性可能略高 然后我才说看到女主受伤才有定论 没想到女主就真的受伤了 在火箭内来看 女主的手臂暂时是没有愈合的 不过从女主受伤的感觉来看 她好像是没有痛感的 这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总体来说 放飞小高原本是个动词 但在第七季里居然变成了名词 也是很有意思啊 小男孩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她知道旧世代的知识 但明显不知道战争摧毁了月亮这件事了 所以她的时间轴有待考量 有人说你是不是落了运输工啊 嘿 运输工的选择推论快就有意思了 本期点赞过3000 运输工这个关键人物 我就尽快安排上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忘了弹幕三连支持 我是Red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